云南边陲小城瑞丽,应地处中缅边境,边情复杂,疫情防控压力大。 10月29日,瑞丽市召开新光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,回应社会关切。 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西北、西南、东南三面与缅甸接染,中缅两国成连城、村连村,田挨着田。 没有天然屏障,边境安全及疫情防控面临巨大压力。 我是疫情防控,仍处于关键期、攻坚期,疫情仍有零星散发。 10月1日以来,共检出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19例,其中确诊病例2例,无症状感染者17例,发生涉及传播扩散的风险仍然存在。 同时,近期境外回流人员阳性减出力持续在20%以上。 瑞丽在距边境线50米至200米范围,划定了疫情防控缓冲区,将缓冲区内的居民临时转移安置,阻断病毒境外输入。 瑞丽市民为疫情防控付出了很多牺牺牲,对此瑞丽政府也在全力保障民生。 疫情期间,我们始终高度重视民生保障,重点做了一项工作。 按照每人补助1000元的标准,为底边村民低保护,建荡利卡贫困户,残疾人,大病家庭,下岗困难职工,自然灾害受灾群众,企业困难职工等。 对于市民来说,最大的需求就是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。 我们现在的主要的需求就是,让我们尽快地恢复到以前能复工复产,然后孩子能正常地去上学,这是最重要的两点。 疫情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。 广大群众动客时间正在经历非常艰难的时期。 令人欣慰的是,至今未发生疫情外传。 但锐利疫情一日未彻底清零,就有外传的风险。 为此,我们有必要继续坚持严格的离对政策,确保疫情不外传,不影响全省全国的疫情防控大局。